111 信報《財經新聞》2013年1月12日報章 C07元學世情亦經萬坦白罪一先生安倍晉三五行謙打 安倍晉三的聖明,拆開來看,掛像是晉的入真的,晉即為晉 三是亦經數的真的,真的代表三必持有,好容肯,是非戰爭之神 結構是心目之女,佩智,由人立口三至組成 總結潘倍晉三就是心目女人立口進入是非鬥爭 2012年12月姦安倍晉三在日本大選勝出贏得首相之位後 立即誓言要奪取位於東南海釣魚島主權 公然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破壞外交關係 接記謝任麻生太郎為副首相並委以重任 很明顯,麻生太郎就是麻煩生士的泰級人馬 有趣的是,安倍晉三麻煩生士的現象 無獨有偶,也符合了早前的家將 中日關係表現在鎮和晉兩掛推演當中 請參與2012年8月11日絕民晉掛亮紅燈,晉掛轉信號 奪到指示虛招安倍明目張膽,在中國崛起時景 挑起東南海面爭端,三番四次慶譽致虛網的文明之故凡 不者頓生而獲心有不祥感,安倍晉掛出手法似乎是一箭雙雕 先借釣魚島事件由小法大野鄰國入局,鬥上國際法庭 由美國操控大局,裁判過程便被拖延或成交呼 但這見中日不和事件在美國刻意安排下,早已被日本搶先備案 在此爭議過程,安倍領導的日政府必然作多方挑釁 甚至出言不信,令中方忍無可忍,操兵點像,量出武器為止 只要中方稍有行動,爭議已舊的中國威脅論便擺在眼前 日政府大條道理向國際和美國申明已是太嚴重由 必須增強國土安全,立即恢復軍事攻防裝備 反正日本早已在國際法庭備案,於是日本軍國主義辨明正然信復活了 就是美國想制也末內之何,安倍領導出正直奧巴馬宣布重回亞洲時刻 趁機採取挑釁政策,雖撤挺而走險 但如在他任內者美國暗中支持,恢復獨立國防軍備 逐漸擺脫的人離下陰影,日本將有可能變為亞洲軍事強國之一 民心振奮,也可能有助經濟復甦,安倍政府民調支持率肯定攀升 有利連任,說句真心話,日本民族從來沒把中國人放在眼內 只忌憚美國科目,日本也不怕失去中國經濟,從來未驚過 只是中國人一廂情願,自我感覺良好 其實中,台兩邊幾十年來不斷以各種方式傳播日本侵華暴行 教育下一代無忘此斷血海深仇 講到民族大義,雙方根本從未有好過,彼此莫都霍霍 日本明白中華民族永遠難消這口怨氣 也同樣地教育下一代入軍之發動二次大戰加因國情需求 因亞洲各國積若無盜,要大顯其武士道精神 若非美國調下原子彈,中國早已被修約囊中爾 請參看去年12月15日絕民推背圖預測日本將沉沒 日本採取主動,一即佔盡先機 二即可測試中共實力底線 二若動扶生吉凶,吉凶生大業 希望衝出樂光無價任V,盡快擺形世明朗化 安培盡三的如意算盤五行俱備,唯一隻謙打 中國大陸政府早在1972年因國情需要 開始中美建交,採取擾和違規態度 關於釣魚島主權爭議 雙方同意站各自,誰知美國竟惹起一池春水 於2012年重回亞洲介入南海爭端 唯一、非、越及多個國家撐腰,令東南政局日趨緊張 中國政府被擺上,弄得沒處下台街 十八大後役已作出反應 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表明不退讓態度 府上任即調兵遣將,擺明車馬,特別是一上任就南巡 在考察廣州戰區時對解放軍說,要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推進軍事鬥爭準備 不斷強化官兵當兵打仗、大兵打仗、練兵打仗思想 明顯是告界軍隊提高警覺,做好作戰準備 國家到了關鍵時刻,不能輸台營中共忍到今時今日 應該是表現浪威的事後了,易經給予靈感 晉三,即起晉掛第三搖 中運、悔忘 以私事獲得天下同胞共識和允許 行動無悔,全世界起碼有十億華裔為喉盾 與此同時,安倍晉三政策也必然獲得日本多數贊同 所以,現今形勢,除非中國放棄釣魚島或另有目標 否則以別無選擇,應反客為主 以強勢姿態,首先兩劍給予教訓 若然在如是者般等運到,肯定無運行 因爲日本軍事裝備和科武轉型直近完成階段 事務最好時機應該在事況完全模糊階段 美國未正式簽署執行美日看保條約之前 事想,周圍鄰近的國家有多少個市同站一邊的 就算有也寧寧可掃 在講和諧主義有傻用,經濟崛起不等於和平崛起 只有平起平坐才可以講和平 始終都要和日本來個江湖了斷,老叔父交落 若要玩的話,不如搞大個party,先下手為強 無要使所有旁者惡言,至多到時慢慢講數 自然有大批老叔父出面調停,或賠償幾塊狗皮高約算數 或跟日本二戰敗後一樣,索性不應不賠 千萬不可輸了抬刑 如果中共迫苦跳牆,不再顧忌國際輿論彈球一拼 則反而使美國最多顧忌,因美國身份從來都是第三者 可莫視國外輿論,卻難逃避國內壓力 美國政府對各國的矛盾衝突,通常都是採取老叔父態度 出面勸指雙方保持克制冷靜,似乎只此一招,別無他法 今日下週政治環境急劇變化,以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是否可以左右中環,探囊取物,還是全有變數 最一此篇文章早於一月二日原稿,延遲至今做人 美日漢堡條約以剛簽署生效,感謝讀者關注,最一先生 看能力 大遇 感谢观看